中国有五千年的优秀文化 在万丈的冲松水管中 困惑地区的人民 創造了物资文明 也創造了世代上团的传统文化 也创造了千千万万篇的民间故事 有科乡美主港 下午民间故事 各位听众 今天要讲的民间故事是 苗冠淑乎 苗冠淑乎是民国初纪人 造家是正宗大厨少人 苗冠淑乎自小时出家做下宵 去到药盟调天共拜书 苗冠家废话水上年末 最后进行温海国庙 将专与众国师的主持 以后是南少年五祖军 可怜替三首 头三年能唱叉叉 三年后能唱叉叉叉 年年后可能将来没回家 一声手连到五万万 但是将来不敢去白水 一声手比有千军之烈 他还减五一 会带人一胸接骨 经常住几个土地出门的行业 他和他的土地 大多时 形头 他继续不靠小时 一件衣服也不穿好 像像六星 六警甲头出来给人看 大油大袋 这个为辈为辈 为输给辈辣 但是他的医生高明 铁杀手 又出名 但是他真久出手,將來也未至強靈力, 在路肌不平,受到威脅的時候, 應該出手的時候,一直出手。 但是,表哥屬夫真有分寸, 他將來沒有隨便相害到人的死命。 在古早的時候,換海是一個港口, 全球和威門之間交通主要是靠換海港。 有一次,有一個黑眼鑽, 對威門開來到換海。 驗票的時候, 一個來對人沒有錢買票, 讓驗票檢查到, 身上又沒有錢,一趟補票。 沒法度,只好過路來, 按準主愛求。 準主, 我是英春來山人, 我打算去威門去賣。 但是錢, 卻讓我賺錢去, 這實在是沒有錢。 那一次, 我常拿來保險利。 準主, 不但不當情這個人, 還叫人將他抓起來, 違法他, 還要把他的衣服打他。 有幾個外國傳聞, 要衝家來打這個英春人。 廟外師父, 大夫, 大雄春, 他就嫁來做董了。 將英春人, 補負在他的家家家, 大聲話, 主唱。 廟外師父, 現在出多少錢, 我出。 哦, 你要帶人走路啊? 你要帶他出錢啊? 廟外師父, 你有當他門, 讓人顧在背後。 你不小心, 他是你的老長人啊? 哇, 說的話實在是很難聽。 準主, 說這些話, 已經起來到廟外, 舒服的面前了。 一種廟外, 舒服, 住來住去。 廟外師父, 他也不想去。 廟外師父, 走一條開來, 上腳出來的, 摁, 準棒, 這個大。 一隻這麼大隻的火焰盾, 就搖起來了。 外隊另外一邊去。 整個外國中, 站不住。 真正燒起的, 滾頭無力起來, 就要打廟外師父了。 廟外師父, 也要吃不動聲聲。 我看, 你不肚這樣就好。 廟外, 輕輕骨一一一一、 那整個外國中, 東都西外, 拿去一層。 準定的中國人, 就大聲, 嘩嘩嘩嘩。 我還尊嚴, 鼓得受氣。 有的嚇吐, 有的嚇吐, 有的嚇叭, 有的嚇叭, 有的拿準定的火焰, 追一個廟外師父為公。 廟外師父, 替後幾步。 家人靠在前面, 念一聲,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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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穩起他的鐵殺手, 啪啪啪。 一萬一, 插軍回去, 大狗, 他落在肚子, 他還從波頭, 就手起來, 對外國鑽完, 相手中, 他的頭, 不適合, 嚇到拔手死。 波頭, 對他的頭殼, 背過去。 那幾個外國鑽完, 嚇到整路來, 一直對廟外師父, 說對不起。 正人之間, 大家就開聲, 嘩! 驚啦, 說一聲對不起, 對不足, 就他們的聖少爺, 將他們起落去刺河。 廟外師父, 相手合扎, 歐年徒婚, 得了人處, 請了人。 準初爺結來, 一直對廟外師父, 嚇不到, 也就答應, 不受英純人的一票。 廟外師父, 還要賺了一些錢, 讓英純人做老婚。 一準的, 準客逃去後, 在準中, 有很多人, 正經看見廟外師父, 點心手。 之後, 他們就問人說廟外師父的事情。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看見廟外師父, 說得真厲害。 聽說, 有一個金子, 的後世家聽得真不好。 這個後世家, 死罪真大國, 真有潔力, 會打兩三百軍, 走幾坪路都不免休息。 一當飯, 可以吃三五軍米, 一一, 可以穿破一項炒味。 富君三鄉五里的人, 無人敢改變。 他聽說廟外師父, 來吃乘衣。 他就在路口, 頂子裡面坐。 看到一個大火燒, 跟幾個水火燒走起來。 他就大聲的發, 滾頭火燒。 廟外師父笑笑。 他也知道, 這個後世家, 是一個, 不記得世民的鄉人。 他就驚激起, 在他的手骨上面摸著說, 哇, 你的氣力, 有多大? 這個後世家, 這是感覺到他的手骨, 淡薄麻生生, 驚不起來。 廟外師父, 又驚嘴蹭屁, 這兩個枕頭啊, 在頂子的九條上面摸著, 九條上面摸著, 青青都摸著, 地劍相反摸起來。 後世家看到廟外師父, 那兩個枕頭啊, 摸著九條, 九條上面的酒會濃落下來。 上次摸著看, 九條上面, 然後摸著兩爪分裂。 他這輪啊, 摸背給五體道對, 真正神神的對廟外師父說, :「廟外師父, 你會替啥手, 實在是真正好啊, 我不敢跟你逼了。 我的手骨, 請你帶我依照來好嗎?」 廟外師父就說, 你的手骨知道了。 說了, 又驚嘴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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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沒問題啦。 說得奇怪, 侯士傑的手骨, 這輪真實是沒問題啦。 廟外師父, 一江湖, 這輪侯士傑, 真實是賤背後啦。 廟外師父, 為了要收穫重穫時, 正經到南洋的菲律賓, 新加坡, 印度, 馬來西亞, 這些所在去遊走, 行醫化言, 將有丟致了一大筆的主金, 回來回來, 當時, 海外的錢, 是沒有通行。 所以, 廟外師父, 就將錢住在身邊, 包著一個包袋, 洋一個, 就開庭了。 那個時候, 十五百幾節, 都是十三天的大論時, 二十幾日, 十九地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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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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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塊,六十片片,在這個地方上上發生手腳, 廟骨叔父,驅股大大, 故身一個人,養了包褲,包褲裡面有很多錢, 他解決這個,驚獎受贏了。 到處女長的時候,那人對手拿裡面種出七八的人, 他們手都驚肚、驚肚、驚肚, 而且,民用無包褲, 在路中間,抓到廟骨叔父的去, 廟骨叔父看到頭前後人間, 三出這麼多人來, 而且手拿不去, 他知道,他賭到驚肚、驚肚。 廟骨叔父在心裡想, 這個時候, 若是他要把這些驚肚、驚肚、驚肚、 自己一層鐵殺手, 別說頭前的七八的人, 就準七八十的人, 也要想要對於戰友。 但是, 自己身屋頂的包褲萬億優勢, 竟然是建功晉會, 王會自己, 亂多重用,千辛萬苦去無關,去化言。 各位聽眾, 廟骨叔父, 讀到這些驚肚, 他要用什麼辦法, 來對付這些驚肚咧。 你們如果想要知道, 請繼續收聽, 廟骨叔父的這段, 會補出的會知道。 各位聽眾, 再會。 中國有五千年的優秀文化, 別辦中的沖松水管中, 憤怒地匯的人民, 創造了物資文明, 也創造了世代相團的傳統文化, 也申請到千千萬萬篇的民間故事。 幼康相媚主管, 下午民間故事。 各位聽眾, 民間故事廟骨叔父, 正一段, 實講得久, 廟骨叔父, 要修學, 做學士, 他願意識中養去南郵, 無關化言, 丟致丟一大筆子。 廟骨叔父, 就當著一大筆子, 對南郵, 只要出國外的季, 接九個月的季, 接九個月的季。 然後, 他就選擇走路, 逃去中學時。 路骨叔父, 跟南娃交界, 在家裡, 會秀營業。 他住到七八的夾夾, 走路, 要抽夾。 廟骨叔父, 他無想要割齊的人, 疑疑, 因為他要告起, 他身屋上, 住一大筆子。 萬一優勢, 這樣, 他就建功進會了。 而且, 不敢有奉生自得, 若是, 不敢萬不得意, 他是不想要代替殺害。 這些人, 怎麼會去追求婚? 不一定, 都是萬惡不殺自得, 世事不太明。 官必, 明煩, 新娘的老伯是, 早到無路, 才會怕陷路。 路草為苦, 也會想在自己的替殺照。 這樣不是, 王上四命。 若我叔父, 這樣看想, 要對付這些協會, 只應的地處, 不應的供來。 心裡的主義, 一個聽到, 若我叔父, 他就對協會說了。 各位, 我是這個協商, 是這個出家人, 人, 找我的路, 要創什麼呢? 協會就說, 你是出家人, 沒有不對, 但是, 你是一個, 有錢的出家人, 愛受給大番下。 要一種, 你身處當服務的包和過陸路下來。 有人方便, 主機方便, 我, 就會把你留領去, 揮到傷害到你的死命。 苗威師父讀幾天,我才問你, 哦,包學老荷里,你聽到, 未相是我的死命。 夾威就講, 願略念好恨,講未勝效。 好,自願,我都放在這個包學裡面。 你裡面三人是頭,我就交給他。 夾威有七百人, 聽到這句話, 其中就一個人, 這個人競定是夾威, 他聽到妙威師父這樣看, 他就走出來, 要問妙威師父拿包, 妙威師父都拿一包, 對說, 你真是真人的頭人。 是, 這包學, 你交給我, 沒問題。 妙威師父, 願名手塊, 忽然人出手, 總操頭, 按相扛給他, 再說, 總操頭的頭下, 爬在大吉的貴是空的臉, 大發一聲, 誰人家頂大吉的貴。 吉他會嚇壞, 一百年, 就看到他們的頭人, 落在妙威師父的家裡, 真是非常嚇壞。 妙威師父, 對樓比, 撞去這塊酒頭, 你在手裡, 對他們說, 您看。 妙威師父, 照來的那塊酒頭, 讓他這樣一年, 變得最困難。 妙威師父對他們說, 誰人家來, 一個一個, 讓你們渾身吹滑。 柴頭, 讓他嚇壞整個坑的臉, 。 妙威師父對他們說話, 就大聲話, 嚇壞人, 為人家頂出來, 正夾火, 每天都站著著, 不敢當人。 妙威師父, 就叫, 夾火, 相開一邊, 他自己就將賊頭頂掉, 拿下去, 收營了。 到那邊, 妙威師父就將賊頭放下來, 。 妙威師父, 整路來按妙威師父, 靠頭叫了, 妙威, 妙威, 你撩命, 撩命。 妙威師父就放他, 鬼惡中生。 又拿了一頓錢, 讓妙威叫他去做丹布, 修行禮, 不然又做上天害禮的事情。 。 妙威叫了一條死命, 又得到錢, 靠下妙威師父, 他就要離開了。 萬! 妙威師父對他發了一聲萬, 妙威趕快站著, 不敢當人。 妙威, 誰帳出外交代? 我haio給他聽你的話。 不了, 我另有話谊問你。 妳怎麼知道, 我出家人, 辛苦有一點錢。 出頭不跟我們母親,就將老實話說給他聽。 師父,你沒有帶我的死命, 我應該將老實話說給師父聽。 你老實說出來,師父, 我知道你身屋上有這樣的一大筆子, 這是中學師的學生, 好空來給我通的消息。 他還跟我說, 我若是夾到這一大筆子, 修生以後,我就要奔一分好他。 哦,是這樣的。 苗瓜師父,聽了賊頭說的這位。 他整個人閃下來, 笑了一隻話句, 他整個笑,叫賊頭堵起。 這個好空閃閃是什麼人呢? 我原來他是苗瓜師父在哪裡, 連鐵薩手已經半年, 我幾年一年, 工夫就連勝了。 苗瓜師父在想, 我真是真心、真力的一切。 他卻心疏不正, 我這幾度, 也告他究極夾虛, 被來無仔細命。 苗瓜師父, 他真是痛心, 他真是生氣。 到來到中學時了後, 好空閃時, 看到師父平安下來。 所大來是大筆子, 都交給世來。 一百就差不多要出戲了。 他長期身上, 苗瓜師父現恩本, 蒙等蒙蒙地。 苗瓜師父真是生氣, 想到一個鐵薩中, 都將好空閃閃的拍子, 請賊頭門, 為本門的道。 但是他跟浩康學生,到底是有十年的蘇度成分了? 實在是甘苦苦笑。 廟發師父就問浩康。 浩康,為師父,這一拜去南郵。 他起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烈工夫練了知道。 浩康就回答師父。 師父出門, 爹主每人都在判門, 繼續師父平安。 爹主每人練工, 不敢有死的好,會放上。 廟發師父就對說, 嗯,真好。 這樣,為師父, 不來扣一個你替殺手的工夫。 浩康學生,就跟他的師父說, 請師父告會。 廟發師父就叫浩康去中學士的菜園裡面, 替一顆大棟櫃來。 這顆大棟櫃,總共有三十元。 廟發師父就叫浩康運動, 運工也死啦。 廟發師父就叫浩康運工, 相手插進去大棟櫃裡面, 看是不是會插浩康運工。 浩康想要表現自己練了八年的鐵殺手。 插鐵山也插了兩年。 這個大棟櫃有什麼艱難呢? 他就運工了。 相手,真快地插進去大棟櫃裡面。 這個時候,只自己想插一個令。 想起鐵殺手, 絕對不會把他抹到靈椎。 剛才想插出來, 只聽到廟發師父跟他說, 浩康,浩康,你的工夫已經毀了。 我沒有理你這個土地。 你離開中學生。 浩康聽他師父說這些話。 他也知道, 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經全無敗路了。 他沒有面貪記輸父了。 只要離開中學生。 他也不敢再做壞事了。 各位聽眾, 民間故事, 廟發師父, 已經全部講完了。 請各位在一段節目時間, 請過來收聽另外一個新的民間故事。 各位聽眾, 再會。